把镜头转回国内 经过近16个小时的连夜扑救 淡宾尼买CK大厦的严重火患 终于在今天的清晨6点左右被扑灭 这也是本地历来最严重的工业区火患 一名消防员因为高温需托被送院治疗 出事的大楼星期三下午传出了火讯 而附近的民众被紧急疏散 索性没有人受伤 大火燃烧数小时后 在几公里外仍然能够看到滚滚浓烟 从大楼内冒出 大火吞噬了买CK大厦的四到六楼 民防部队下午1点30分接到通报后 派出消防员赶到现场 当我们第一次到达 火在四楼上 在五楼上已经烧热了 全楼上升至六楼上 这是今年内民防部队动用资源最多的工业区火患 当局出动了110名消防员和27辆紧急救援车辆 据了解大楼内存放了烹雾罐 以及纸制品和家居用品等易燃物 民防部队表示 这些物品大大提高了燃烧热度 由于这可能影响部分建筑的结构完整性 消防人员在进入大楼内部时 需格外小心 民防部队怀疑 喷雾罐是造成爆炸声的原因 火灾原因还在调查中 有事如同时 未知消防人员品 辿似了 消防人员 此为止 差万